希望你们也是获得了金牌 首先恭喜二位 有没有觉得全运会和奥运会相比 会难的一些呢 我说实话 其实全运会没有奥运会那么紧张吧 因为我觉得奥运会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但全运会我已经是第三次参加了 可能相对而言 我觉得心态上面会好很多吧 自己调整的会好很多 凡凡呢 我觉得是同样的紧张 但是我觉得经过了奥运会的决赛的赛场上 我觉得更加有经验来应对 今天的这种决赛的赛场 没错 在奥运会的时候 我相信有一个词 经常你们二位不仅经常说啊 而且经常会听到 就是Lucky 是吧 尤其是还有Lucky姐的称号 那么这个Lucky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由来 为什么会在比赛当中 会积极地喊出这样的一个口号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心理暗示吧 就是在场上 我觉得遇到幸运的球 我们可以这么幸运地滚网 或者说压界 或者说各方面幸运球 能让我们长分 长士气 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那么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也是有一位神秘的嘉宾到场 来给你们助阵了一下 我们来通过视频来看一下 没错这个神秘的嘉宾呢 就是孙颖莎 为什么要叫孙颖莎 叫师傅 这个有什么由来吗 在临水的时候 我在就是玩乒乓球 正好他在加练 就让他过来帮忙指点了几招 发现好像厉害了很多 差点就能打赢他了 差一点点 那么之前你们两个人 有没有打过一为一的女单 我没怎么打过吧 因为我单打基础比较差 对 她比较厉害 那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过这样子的训练 平时现在训练的话 想跟他打 因为我怕输给他 真的吗 对 我陈宇飞拿完奥运冠军的时候 我还跟陈宇飞打了 我录的 我证明 我有视频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制作好 因为我想等陈宇飞拿完全运会冠军之后 我再说我赢了奥运会冠军加全运会冠军 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我马上安排 漂亮 是多拍 是多拍 漂亮 左手这边现在相当的顽强 但是右边的进攻也是很凶的 漂亮 先到了 我是那个摄影师 可以 也有网友说 说你们二位 如果一定要去春晚参加个什么节目 那必须得是相声 你们俩对相声感兴趣吗 我感兴趣 你感兴趣 你呢 我其实相声听的比较少 但是他们老说我是相声 我懂了 就是你虽然不 因为你长得就很高兴 这样子这样子 虽然不怎么特别关注 是吧 但是天赐一顶 我觉得我这么淑女的一个形象 你说这句话也很高兴 你们觉得 那你觉得捧跟斗跟 你们俩分别都是什么角色 就是孙悦和月云鹏 然后我是月云鹏 你是孙悦 就是你的样子跟月云鹏比较像 也行 我也一副明星的 对 我也是 那你们两个就觉得 这个捧跟斗跟 那这个分配是凭实力竞争上岗 还是你们觉得 按照性格来划分的 他这个性格是 我觉得是我们锻炼出来的 就是他其实刚开始认识陈姐的时候 他是 嗯 内向 是真的内向 是真的内向 然后 不开玩笑 格局封闭 然后就是说几句我的 逗我笑的笑话 我可能还哭了 但是被他们逗了好几年 好像我反斗他们 哎 反胜反杀 本来是格局封闭 现在呢 格局大发 爆炸 这听着很像双子座 很像我的星座 你们都是97年的 对不对 是巨蟹座 但你是巨蟹 我觉得他 因为他是巨蟹座的第一天 6月23 第二天 第二天 所以我觉得他有一点 上神 我觉得他有一点像双子座 对 有一点 就是有点人格分裂 真的有点 好吧 你说了我们两个了 这样子 真的这个是特质 是不是 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是这一个人 然后又有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人 看到你们也拍一些 关于自己的Vlog 像你们这个凡尘组合的Vlog 是有自己来进行剪辑策划的吗 嗯 对 就是我比较喜欢记录 嗯 而且我也就是 我比较喜欢 就是谁我都拍 对 他真的很喜欢 黄农萍我也拍 然后就是我很喜欢这记录生活 嗯 包括陈雨菲 然后奥运会之前赛前 他在那里夹他头发 然后我也在记录下来了 就是就是没有传播出来 然后有的时候他一些行为 我也觉得挺可爱的 然后我就想记录下来 嗯 结果我现在也记录的比以前多很多 因为真的跟他呆的 我感觉他记录 哎 我也想记录一下了 就其实我没有这个太多的兴趣爱好在这方面 就是我感觉其实我的生活就是比他丰富一点 但是没有任何人记录 对 但是没有任何人记录 天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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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们 我好像在长沙机场看到了一个明星 天呐这是这是哪个明星啊 怎么这么多人跟着他还帮着推箱子 我去陈琴琴吗 我是陈琴琴吗 是陈琴琴吗 你是陈琴琴吗 我不是的 我再加一般的 是陈琴琴 他在陈琴琴 我再加一般 走吧 这是我们两个在长 我 我留个头发这样开的一半 你觉得长沙给你一个什么感觉呢 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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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三个字吗 对 没白来 什么 没白来 好吧 我们新安见 拜拜 所以就有了这个Vlog 对对对 然后就是他出镜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我老是害怕 因为他喜欢拍这个 但是我在这方面拍的 我可能喜欢拍照多一点 他是记录一个长的视频 然后我也在学习嘛 现在就是学习当中 那说起剪头发 也有很多球迷朋友们关注的 这一次 好像凡凡把头发给剪了 也有人说 哎 好像从背后看 都有点分不清谁是谁了 是不是 我们也有个片子来看一下 我们两个头好像是差不多 真的 这次头发是照着陈姐的style剪的 还是有没有什么特殊设计 就是因为陈姐 她想换发型 因为她就是头发越流越长了 她之前就是别卡子的时候 然后就是她就说 我说你干脆把头发留起来 因为她小时候是长头发 然后但是她是自然卷你知道吗 然后她前面就是卷卷卷卷卷卷卷 就一直卷着的 对 然后后来她就剪了短头发 然后我说你长头发其实也挺可爱的 那你就留长头发呗 然后就开始 就是现在稍微在慢慢慢慢的在留了 然后去湖南的时候 她就说她想做一个就是可能中长发的 就是像你这样的这样的 稍微再长一点 我的荣幸 我的荣幸 就是她想做这种发型 我是说那行 那我跟你一起留 然后我就把头发剪了 就剪了跟她一样 然后我说我们两个 更像了 就一起留头发 对 这也是一种默契 其实我看你们两个 还有一个共同的小爱好 就是喜欢在头发上 别一些bling bling的漂亮的小卡子 今天的卡子是 我举报一下 来来来 我们就喜欢听说 我做我的十号 这次是我送她了 我不知道她送我的了 这有什么故事 回礼了该 因为她之前送我太多对 该回礼了 中国人的传统该回礼 你过去了 你们两个人平时微信聊天的时候 爱不爱用一些表情包 会用到自己的吗 我会用她的 我不是很好意思用我自己的 发多了多 人家说我太自恋了 虽然不说我可能会这么觉得 所以我我其实很想发 但不好意思发自恋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哪些 特别出名的表情包 就那个幸运的那个 来一个来一个来 复刻一下来 预备走 幸运 幸运 幸运很想说 啊 细节 幸运 看来她经常看我这一张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她每次一说什么 我想 对对对 有有有腻味了 有腻味了 一样 能不能再透露一下 你们给彼此微信的这个 备注的昵称是什么 有吗 有 我给她就是我最爱的 阿字开头的 阿甲 阿甲 就我的那备注 没有一个人是阿什么的 只有她 那阿这样排的话 就是在第一个 对 然后 但是她是我的新标好友 肯定是吗 然后 那个阿字就是 怎么说我们广东人很喜欢 就很清晰就阿什么的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 在家的外号就阿青 阿青 对 对 那你呢 我叫她有灵气的洋娃娃 这么长啊 对有灵气的洋娃娃 就是 就是很长 那这有什么典故没有 就是我们老实说 就现在就老 就说这个人感觉很有灵气 就是我觉得是夸赞嘛 然后我们就说她 就是 好像说我女孩看了 小时候的照片 她说小时候确实像 哎 别别别别 别造谣 别别揣瘦我的想法 别揣瘦我的想法 就是她小时候 然后她说她小时候挺可爱的 然后我们就说她现在没有小时候可爱了 她说你知不知道 小时候我的邻居都说我像 长得像洋娃娃 然后又有灵气 就是现在就是可能经历过风雨之后 眼睛里就没有光了 然后 然后所以我就说 她小时候就是 我就一直叫她有灵气的洋娃娃 大辈主角 我好像现在眼里又有光了 有有有必须有 这次全新村是住在一块吗 你们 我们住在一栋 一栋里 随时去烦扰她 经常串个门子什么的 对经常就打扰她 其实对于你们两个来说 彼此都是不可分割的存在了 是吧 就像一块肉 你知道吗 像一块肉 这肉可割了就疼了 不要放好 在你们的共同的记忆里面 假如说真的有时光机这样东西存在 你们愿意乘坐着它回到哪一场比赛 我想有两场 哪两场你觉得 一场肯定就是奥运会决赛前吗 重新再来一次吗 可能会打得更好 也可能会更差 我也不好说 但是就很想再回去 但是很想再交一次机会 还有一次就是17年的苏碑决赛吧 我觉得还能做到更好 能把那一场就三比一拿下 对 我们还是失利了 就肯定是希望把失利的再重新来一次 那如果我们不说比赛了 我们就说平常相处当中的一个瞬间 最想回到哪个时候 不想了不想了 好不容易才拿到这个冠军 我不想再往回去了 去了之后要重新开始争夺这个冠军 算了 就在这一刻吧 那你们还记不记得彼此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能想得起来吗 就是我觉得对他印象深刻的一面 可以想起来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 13年在国家队集训吧 因为他就是从小就会就比较厉害 他没有在青年队集训过 他直接上了国家队 因为确实太厉害了 就是然后我在青年队的时候就听说过陈姐 但是上了国家队才见到本人才见到真面目 然后一见到他就说 哇 确实确实不用来青年队 确实应该在国家队待着 因为确实真的很厉害 嗯 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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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